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发布会 中国以依法复条件批准了国药集团新冠灭活疫苗上市 国内外疫苗陆续上市 全民接种开始 相信现在很多人会有疑问 国内国外的新冠疫苗有什么不同 我们到底该怎么选择 今天就让小关来给大家解答一下这个热点问题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 您的支持是小关最大的动力 其实两者的最根本区别在于 国外主要是mRNA疫苗 而国内是灭活疫苗 什么是mRNA疫苗 mRNA疫苗是将编码S蛋白的mRNA基因直接注入人体 利用人体细胞在人体内合成S蛋白 刺激人体产生抗体 是一个比较前沿的技术 目前主要用于肿瘤和传染性疾病预防 而灭活疫苗是最传统最经典的疫苗制备方法 技术也最成熟 原理是在体外培养新冠病毒 然后将其灭活 使之没有毒性 但是又能保持病毒的模样 注射入人体后 免疫细胞能够记住病毒的模样 刺激人体产生抗体 那么国外和国内疫苗有缺点都有什么呢? 国外的mRNA疫苗不需要合成病毒 实验流程很简单 但保存运输条件要求高 疫苗稳定性不够 使用经验不足 国内的灭活疫苗 技术成熟 安全性高 业余保存产能较大 需接种两到三次 对病毒的变异保护性较弱 看到这里 管友们可能有疑问了 国内灭活疫苗 对变异病毒保护性弱 是不是意味着 国内的疫苗不如国外的? 专业医生的回答是不一定 1月7号 巴西圣保罗州政府曾发布 国内科兴疫苗的有效性为78% 其中对中重症预防的有效性为100% 远超世界卫生组织对疫苗引发的50%有效性门槛 而对于国外辉瑞公司的疫苗 目前不断有不良反应被发现 且有效性目前也正被学术界讨论 因此有效性和安全性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及积累使用经验 相对而言 中国的灭活疫苗属于传统疫苗 使用起来更加有经验 而且土耳其 约旦 印尼等国家也开始接种中国的灭活疫苗 这也证明国内的疫苗也是非常值得信赖的 所以就目前来说 新冠疫苗接种是控制疫情的关键手段之一 也是当前大家热议的话题 但是除了灭活疫苗外 大家接种的疫苗分为三种 分别是单针、双针和三针 之前免费疫苗大部分都是双针的 现在又出了三针 让很多人都不知所措 那如何分清三针新冠疫苗和双针呢 中国目前一共有五款新冠疫苗 分三大类 灭活疫苗 重组亚单位疫苗 和现病毒载体疫苗 两针是灭活 三针是重组 原理不一样 另外还有个一针的 灭活疫苗的国药中生北京公司 包括上升冠状 容生冠状 蓝生冠状 长生冠状等 国药中生武汉公司 北京科兴中威公司 深圳康泰公司 紧急用 中研紧急用等 现病毒载体疫苗 为天津康西诺公司 重组蛋白疫苗为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与安徽致飞龙科马生物质药有限公司联合研制 相信大家对重组亚单位疫苗有点陌生 这款疫苗是由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与安徽致飞龙科马生物质药有限公司联合研制的 无病毒核酸成分 以新冠病毒S蛋白的受活体 可欲为靶点 通过重组表达RBD蛋白 诱导人体产生中和抗体 从而阻断新冠病毒与宿主细胞表面受体 ACE2结合 达到预防感染的目的 采用基因重组技术 通过成熟的CHO细胞重组 表达RBD蛋白 特异性抗原 技术先进成熟 与以上市的乙肝疫苗 HPV疫苗 物肝疫苗 带状炮人疫苗生产公益相似 那么新冠病毒灭火疫苗和这款重组亚单位 疫苗有啥不同呢 腺病毒载体疫苗只需要打一针 免疫源性接近天然 产量高成本低 灭火疫苗需要打两针 技术成熟 处运较容易 但生产环境要求高 产能亦受损 重组蛋白疫苗需要打三针 生产不需要完整病毒 完全可靠 易于大规模生产 成本低 再从细节上来说 三针新冠疫苗是致飞龙科马重组亚单位新冠疫苗 该疫苗使用的是DNA重组技术 接种疫苗后 大多数受试者没有不良反应 极少数受试者仅有轻度不良反应 主要是接种部位的疼痛 红晕或硬结等 不良反应基本上可以在一到三天内治愈 两针新冠疫苗叫做灭活疫苗 灭活疫苗是通过物理和化学方法杀灭 通过一系列纯化技术制备的疫苗 其主要重点是疫苗的组成与天然病毒的结构相似 免疫反应也比较强 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该疫苗相对稳定 可以在2-8摄氏度的环境中保存2-3年 并且运输方便 采取两次注射 由于免疫 以上已经说明 目前的新冠疫苗根据技术路线划分成三类 其中需要打三针是重组蛋白疫苗 打两针的是灭活疫苗 但无论是哪种疫苗 它们的效果和适用人群都是一样的 并且在上市之前 都是经过药监部门审查批准的 其安全性 有效性 都是有一定数据所支撑的 可以放心接种 所以 综上所述 重组亚单位新冠病毒疫苗的接种程序 和我们熟知的乙肝疫苗类似 需要接种三针 一方面 我们现在对新冠病毒疫苗的免疫水平要求更高 虽然两针已经可以产生 仅略低于康复患者血清的中和抗体水平 但经过三针接种后 不仅中和抗体水平再翻倍 可以达到新冠康复者的两倍 免疫效果也更加持久 另一方面 对于类似技术路径的重组蛋白苗来说 接种三针是历史经验 稳托起见仍然采取了三针的接种程序 且接种第一针后四周以上 八周以内接种第二针 第三针再间隔第二针四周以上 间隔第一针六个月内接种 另外 接种完新冠疫苗后 我们也应该知道哪些能做 哪些不能做 比如 接种完能洗澡吗 能喝咖啡 吃海鲜吗 可以运动吗 能吃药 进行治疗和检查吗 那么针对接种后的热点问题 国家卫健委和疾控中心专家们 做出了权威解答 一 接种后能洗澡吗 接种新冠疫苗 包括其他疫苗后可以洗澡 接种人员往往在接种后 嘱咐受众者当天不要洗澡 主要是为了防止注射部位的感染 避免或减轻局部反应的发生 其实目前接种的针都很细 针扎伤口很快就愈合了 接触水不会引发感染 不过新冠疫苗含有吸附之际 部分受众者在接种疫苗后 接种部位可能会出现红肿或硬结 洗澡时要避免过度按压 刺激 洗澡后保持局部清洁 二 接种后能运动吗 可以运动 如有凝血功能异常或慢性病患者 请注意运动强度 适量即可 三 接种后有没有忌口 其实正常的活动 饮食不影响疫苗效果 无需改变原有的生活习惯 但接种疫苗后出现发热 乏力 甚至恶心 腹泻等症状时 应适当调整饮食 注意休息 避免过度劳累 不要酗酒或包饮包时 四 接种后能吃药 做治疗 做检查吗 止痛药 感冒药 抗生素 比喷剂 拔牙都可以 五 接种后能打其他疫苗吗 最好考虑间隔期 六 疫苗的不良反应大不大 疫苗副作用取决于工艺 采用传统技术路线 灭火的疫苗的安全性 是非常好的 蛋白疫苗也是 病毒载体疫苗已使用了不少年 其副反应完全是在安全的 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七 接种疫苗会得病吗 疫苗之际本身不会造成疾病 疫苗造成疾病的情况非常罕见 一般是发生在接种减毒活疫苗情况下 发生率控制在百万分之一以下 现在使用的新冠病毒疫苗 没有减毒的活疫苗 全部是灭火疫苗 因此 疫苗制剂本身不会造成疾病 八 病毒变异后 原来打的疫苗是不是都白打了 不白打 会建立基础免疫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后 会为接种者建立新冠病毒的基础免疫力 就算有一天 病毒变异出超出疫苗现有的控制范围 之前的针也并不白打 现有变异株 只能部分降低疫苗的保护效率 保护效率下降 一般是针对轻症病例 疫苗对中症病例的保护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看完这些热点问题的解答后 官友们是否还有其他疑问呢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就赶紧把疫苗安排上吧 好了 话不多说 小官打疫苗去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